杰拉德莫林,电感变压期,超义电路比较,发表人李文天,一集2018年4月,配音国语。 我是李文天,今年66岁,出生于香港,住在新加坡。我是退休工程师,经验是机电保养维修,医院里的蒸汽灭菌设备。 我愿望和知识寻求者分享经验,就是我做了一个表现比较,杰拉德莫林超义电路,杰拉德莫林试验,金真理麦提林试验,以及梅克贝朗格试验,用来加上现有知识,去况且我的了解,杰拉德莫林电感变压, 电感变压期,超义电路,基于我的交流电,A4电路份时。 杰拉德莫林电感变压期,超义电路,杰拉德莫林电感变压期,超义电路, 杰拉德莫林电感变压期,超义电路,含有两座电感变压期,仿流,叠联在一起,一个是50千伏特安培, 另外一个是25千伏特安培容量,同样定额14400伏特,14.4千伏特。它是实验证明一座4匹马力,2.984千亚特。电 现有操作的发电机,供应120伏特,60周赫,30安培,它可以支持负载5.95千亚特的电热炉。 杰拉德莫林电感变压期,超义电路,这个试验在杰拉德莫林电感变压期,超义电路,包括两个电感变压期在电源连接,一个25千伏特安培,其他是15千伏特安培容量。 两节同时,二定在14400伏特。 这次实验证明一座3600亚特,3.6千亚电流操作的发电机,供应120伏特,60周赫,30安培,它可以支持6.8千亚电热炉。 迈克贝两个试验,杰拉德莫林电感变压期,超义电路,这个试验在杰拉德莫林电感变压期,超义电路,包括两个电感变压期在电源连接,一个15千伏特安培,其他是10千伏特安培容量。 两节都是定二在13800伏特。 这是实验证明一座电流操作的发电机,亚特电表显示921亚特输出供应。 921亚特,120伏特,60周赫,8安培,它有91亚特损失,再负载830亚特电焊枪。超义试验结果否定。 比较,杰拉德莫林,珍妮,麦克,变压期容量,50到25千伏特安培,25到15千伏特安培,15到10千伏特安培,电流放大,11点3234,4点38,9点1261。 发电机,发电机,4匹马力,4点825匹马力,1点2346匹马力,发电机,2点984千亚,3点6千亚,0点921千亚,负债5点98千亚,6点8千亚,0点83千亚。 最高负债,13点3875千亚,10点2千亚,4点565千亚,电流放大,5点1080,2点9827,4点8814。 门载电流,208.333安培,125安培,83.33333安培,电流放大,2点157,1点9117,1点9150。 发电机要求,15匹马力,10点5匹马力,7匹马力。 高负债,借过рен机, Facebook,Kgi-H,168,3点223,135十 。 樱币, Pardonpage , H, substantive 6岚,역eash,16835 farmer马力,4点 2147.2欧亩,X2等于0.288欧亩,25000伏特安培,X3等于8494.4欧亩,X4等于0.576欧亩,X1冰冷X3等于2764.8欧亩, 电感变压器,特性,25000伏特安培,X1等于8494.4欧亩,X2等于0.576欧亩,15000伏特安培,X3等于 13824欧亩,X40.96欧亩,X1冰冷X3等于5184欧亩,电感变压器,特性,15000伏特安培,X1等于12696欧亩, X3等于0.96欧亩,X3等于19044欧亩,X4等于1.44欧亩,X1冰冷X3等于7617.6欧亩。 评论,这个比较显示出杰拉特莫林跳一电路,使用50千伏特安培, 跌人25000伏特安培电感变压器,定额在14400伏特,有高一些电流放大,X11.3234。 使用CP马力2.984千亚30安培电发电机,由杰拉特莫林实验证明,它能够支持5.98千亚49安培负载。 我的交流电AC电路分子显示,一个CP马力发电机理论上,它可以支持13.455千亚112安培负载。 要尽量使用这个50-25千亚伏特安培电路,一座15匹马力发电机,可以支持满载120-24千亚200安培。 需要加上保护电路的电路气,90安培Cb1,200安培Cb2。 结论,在这比较显示,真理迈奇林实验在杰拉特莫林教义电路使用25-15千伏特安培电感变压器, 二定在14400伏特,有电流放大4.38,使用3600亚4.826匹马力30安培发电机,由真理麦其林寺院,显示他可以支持6800亚负载。 我的交流电电路分时显示一个3600亚发电机,理论上他可以支持8.5千亚70安培负载,要尽量使用这个25-15千伏特安培电路, 一座10.5匹马力7.833千亚65安培,发电机可以用来支持120伏特,15千亚门载电流125安培, 需要加上保护电路的电路器,65安培Cb1,125安培Cb2。 评论,接比较显示出迈克贝朗格试验,在杰拉特莫林超义电路使用15-10千伏特安培电感变压器,定额在13800伏特,有电流放大9.1261。 亚特电表省市921亚1.2346匹马力8安培,发电机输出迈克贝朗格试验特出830亚, 除以921亚等于0.9012超义否定。 我的交流电AC电路分时,显示一个921亚发电机输出,理论上,它可以支持4.565千亚38安培负载。 要充分使用这个15-10千伏特安培电路。 一座7匹马力5.22千亚45安培,发电机可以支持门载电流9.6千亚载120伏特80安培,需要加上保护电路的电路器。 43安培,CB1,80安培,CB2。 责任,在低电压120伏特输入端,在电感变压期,50千伏特安培,25千伏特安培,15千伏特安培,他们有低电阻,X2等于0.2888欧米,0.576欧米,0.96欧米。 很容易输入大量电流,产生电流激增。 它可以度质,电力调制,皆是不适宜插入长笔插座的。 电路器CB1,安装载,用来保护发电机,限制电流在等路负载。 等路器CB2,安装用来保护负载,RL超载。 发电机有它的限量电流供应,它分类于供电网,没有检查点路,没有检查负载。 它可以度质电力调制,在输入的初级VA,可以调载输出的7级VA,度质变压期效尾。 安装场地,给予电感变压期,是要安装在机柱,高位置,门锁在房间,几准及格保养人士进入。 在14400伏特,或者是13800伏特的电线。 就算是中性线,在电路当世人不剩,电线结束第一线,它可能有发出电火发的危险。 电线的中间螺丝螺母需要上紧,给予好的度电,电流通过,避免电污破发。电感变压期需要隔离于地面,使用2万伏特绝缘键。 这个交流电,AC电路分时,是基于电学理论,仿真负载,我没有做实验来研究,浸试它的效果。 谨慎,高电压14400伏特或者13800伏特,是已知的,产生电火发。 当接触到金属表面,以及接触地面地线。 必须谨慎,不得用手触摸任何在电路上的电线。 检查所有接线中间的螺丝螺母需要上紧,电线扎紧,电线绝缘做好,才可以电力开关ON,避免电力浮发,避免漏电。 在电线变压期,必须有标牌高电压14400伏特或者13800伏特交流电,去提示使用节。 安装场地电线变压期,要安装在基础高位置,以及使用20,000伏特绝缘件。锁门在房间。 内外显示高电压14400伏特或者13800伏特标志。 测试,维修服务,修理,保养,需要值得有经验的人士。 儿童窝离,场地需要拿走可原判击易燃物饼,离开实验场地,实验台。如同各种电器用饼,我们要采取同样的谨慎。 谢谢观看,这里我完成发表文。我希望这发表文有用于知识纯组者,电机工程师,学生,研究者,用作继续研究,实质应用电路。 谢谢Gerard Morin,他的知识在电感变压器超义电路。谢谢Roman,谢谢Jean McKean,Skip,Jim,谢谢Mark Berlenga,谢谢YouTube,谢谢机师纯组姐,谢谢我的太太Doris。祝你美好一天,世界和平。 谢谢。